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频道 今天我们来闲聊双微房地产信托基金 新的资产呢,推动它的盈利 让我们来闲聊这家公司 Somewhere Reed呢,在第三季度2024财政年呢 实现的净利润为8910万令吉 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4.2% 整体来说符合Public Invest Research的全年预期 但是呢,比市场预期还要来的低一点 对于第三季度2024年呢 实现的利润呢,占Public Bank Research全年的73% 当然,Somewhere Reed的这家集团的净房地产收入MPI 在2024财政年第三季度 同比是增长5.5% 达到了1.443亿令吉 促使全年出资金的MPI达到4.042亿令吉 主要得益于零售和酒店部门的强劲表现 以及其他部门的强劲表现 Public Invest Research呢,将2025到2027财政年的预期 上调7和9个百分点 以反映它的新资产的贡献 当然,这促使到它的总资产价值从原先的90亿令吉呢 达到了100亿令吉 因此将目标价上调至1.8 之前呢,是1.55令吉每股的 有鉴于呢,它的股息收益率大约为5个百分点 当然,基于它的股价上涨空间是有限的 所以让Public Invest Research呢,维持着中性的评级 在2024财政年第三季度的零售收入 同比增长17个百分点 达到了1.306亿令吉 主要归功于6家大卖厂的全季度租金贡献 这些大卖厂于2024年4月30号完成交易 因此呢,零售部门的MPI同比增长12个百分点 达到了9,180万令吉 让Public Invest Research这家投行相信的是呢 它的集团零售部门积极的溃击 预计将在未来的几个季度持续的贡献 这也得益于2024年11月份呢 双微金字塔购物中心的Oasis的开业 还有2024年10月呢 开始的双微163购物中心的新租金的收入 Sunway的酒店部门收入呢 在第三季度2024年同比增长5个百分点 来到了2920万令吉 入租率同比去年同期上升63个百分点 让首9个月呢 2024年年初至今呢 达到了65个百分点 当然Public Invest Research呢 了解到的是 这一个积极的趋势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所有酒店的外国游客人数 明显的增加 尤其是槟城和吉隆坡的酒店 也包括了Sbarang Jaya的双微酒店 George Tao双微酒店 还有Putra双微酒店 这些酒店的外国游客人数 已经达到疫情前COVID-19的水平了 办公室部门的收入呢 保持着稳定 在第三季度2024年同比增长仅1个百分点 达到了1290万令吉 收入从2070万令吉 小服务下降至2050万令吉 这个部门的表现 受年初至今呢 已经超过80%的稳定入住力 来作为它的支撑 其他方面呢 服务部门自2024年第三季度的收入呢 和MPI呢 为960万令吉 同比是下跌了30% 主要归功于呢 就是因为双微医疗中心A座和B座的出售 这个交易在2023年8月30号完工 另一方面呢 根据租平的协议呢 在年度租金回升之后呢 双微大学学院院区内的租平的贡献呢 也增加了2.3%